运20运输机取得了怎样的发展 对于中国将有怎样的影响 中国涡煞20发动机在实现量产后 对中国空军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运20作为中国现役最强大的运输机 为中国空军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血液 这也使中国战机的作战半径大大被扩大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战略空军的发展 这对于中国空军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此前关于中国运20运输机的发展就有消息指出 中国在运20的基础上成功研制出了运20B 并成功实现了首飞 且相较于运20做了较大的升级与改动 据相关报道指出 中国最新的运20B运输机加装了四台涡煞20发动机 这就使其实速达到了800公里每小时 载重达66吨 最大航程达到了8000公里 并且使飞行高度达到了1.3万米 此外 运20B除了有这些提升以外 在动力和续航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而且远远超过了俄罗斯1276运输机 运输性能比其更加优秀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在运20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在涡上20发动机的发展上 取得了较大突破 这才使运20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 然而 关于中国涡上20发动机 近日有消息指出 随着中国在涡上20发动机上取得了巨大突破 这就是中国加快了对运20的发展 报道还指出 有网友发出一张西安飞机制造厂的照片 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西飞工厂内停放着大量的大型飞机 包括23架运20 空颈600以及1276 其中运20数量占了大头达到17架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批运20用的都是国产涡扇20发动机 这无疑表明 随着涡扇20发动机的列装 这就促使运20将进入大规模量产阶段 这也预示着中国大型飞机将彻底告别俄航发时代 迎来国产大寒道航发新时代 那么中国在涡上20发动机的发展上 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都知道 在涡上20发动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这就是中国在飞机的发动机上 受到西方国家的卡脖子 从而使中国在战机的研制中 受到很大的限制和阻碍 也使中国大型运输机运20在研发的初期 由于没有国产发动机 这就是中国不得已只能使用 俄制成熟的D30KPR涡扇发动机 据悉 俄制D30KPR涡扇发动机 研制于上世纪70年代 虽然在技术上已经很成熟 但是D30KPR涡扇发动机的 单台最大推力仅12吨 这和日本C2采用的通用电器 CF680C2相比 推力甚至还达不到该发动机的27吨的一半 而且油耗还十分大 这就非常影响飞机的飞行性能 正是由于俄制D30KPR涡扇发动机 存在如此大的发展缺陷 这就是中国必须要加快 研制出自己的国产发动机 以此来加快凑近运20发动机的发展 所以这就是中国加快了对国产 涡扇20发动机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为了实现自主研发发动机的目标 这就是涡扇20发动机几乎与运20研制时间同步 并且早在2014年 涡扇20发动机就被发现 安装在1276上进行测试 且由于两者发动机尺寸不同 在挂架外形上变化也很大 1276测试平台挂架结构 经过强化延伸的更长 目的都是为了安装直径更大 动力更强劲的发动机而准备 经过中国科研技术团队的不懈努力 终于研制出涡扇20发动机 且涡扇20发动机作为国产新一代大寒倒比发动机 相比第三零KP-2涡扇发动机 涡扇20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为15吨 后油量为0.57 且装上了大风扇 这带来的好处不仅是增加了航程级载重 还提升了运20的飞行性能 对运20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外 据悉 涡扇20发动机是一款推力范围为 13000至16000千克力的大寒倒比涡扇发动机 并且是以涡扇10太航发动机为基础 自行研制的涡扇20大寒倒比涡扇发动机 其主要用于运20 并且在未来还可作为大型客机 轻型双发中型运输机 第二代远程反潜巡逻机的主要动力 随着中国在涡扇20发动机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这就是中国加快了对运20的换装 运20在实现换发后 所带来的好处还体现在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上 这也将使运20的载重航程 相比原来提升15%到20%之间 从而可以达到最大载重66吨的目标 这样的重量就能够将权重58吨的国产99A式主战坦克 完全可以单机携带 并可以将其投送到5000公里之外 这就是中国军队可以实现飞得更高更远的目标 因此 随着涡扇20实现量产 这不仅将实现运20加快量产 增加中国运20的数量 满足中国空军的需求 而且也将加快促进中国运20加油机的快速实现量产 这也将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作用 此外 中国在涡扇20发动机上取得巨大发展后 这就是中国立即加快对齐的量产 这也为运20量产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 这对于加快促进中国运20的发展 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随着涡扇20发动机实现量产 这也将为运20加油机提供较大的便利 其作为中国最新载易加油机 对于中国战略空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才使中国不断加快对齐的换装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 中国运20加油机在空中首次亮相 其也正式换装了国产涡扇20发动机 这就使其的推力大大增加 最大起飞得到了提升 更进一步推进了其空中加油的能力 这对于中国实现战略空军战略 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意义 据相关数据显示 运20加油机在换上涡扇20发动机后 将使运20加油机在达到空中加油半径 1000公里时 最大供油量约90吨 空中加油半径2000公里时 最大供油量约70吨 甚至在加油半径3500千米时 还能保有40吨公油量 对此 有分析人士指出 这将为中国战机在空中远程训练 作战使用提供了较大的满足 也将加快助力中国空军飞速发展 此外 随着涡扇20发动机实现量产 对此有专业人士分析 由于中国空军对运20的需求量很大 这就使中国运20的数量 肯定会超过200架 接近300架 如果加上运20加油机、预警机以及其他特种机的话 预测2025年 中国运20的总产量将有望达到400架 因此 随着涡扇20发动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这就将使中国进一步加快实现战略空军的步伐 使中国将完全解决战机心脏问题 不再受到西方国家的卡脖子 完全实现独立自主 这对于中国空军的发展来说 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所以对于中国运20的发展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